中华上下五千年东周列国之 秦晋小山之战 秦国行军几千里 经过好几个诸侯国来偷袭正国 晋国早就得到情报 此时晋文公去世 晋相公刚刚即位 晋国将军先诊认为这是打击秦国的好机会 向相公建议说 小山是秦军的必经之地 那里树木丛生 悬崖峭壁林立 山路盘旋曲折 只容得下一辆战车通过 地势十分险要 可以凭借小山之险拦击秦军 晋相公听从他的建议 亲自率领大军开到小山 安排士兵砍倒树木堵住道路 在那上面插了一杆三丈高的晋国的红旗 并在周围派兵埋伏 以红旗放倒为出击信号 接下来就只等秦军到来了 商人贤高谎称郑国使者 使秦军以为郑国已经有所防备 不得不放弃偷袭计划 但他们行军千里 不愿无功而返 于是顺路消灭了小国华 抢到大量财务后 便迅速率军回秦国 秦国大军走到勉池时 白以炳曾提醒孟明是 快到小山了 一定要当心 但孟明是自视秦军强大 认为没人敢来偷袭 因此进入小山后 看到路上堆在道路上的树木上 插着一根晋国的大旗 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命士兵放倒大旗 清除树木开路 但是红旗刚一放倒 晋军就从四面八方杀了过来 秦军被团团围住 无路可退 无奈退到堆乱树木的地方 但是那些树木尚被撒了 硫磺等易燃的东西 秦军一退到这里 就有无数的火箭射了过来 那些树木顿时着起火来 山谷里成了一片火海 三百乘战车和数千兵是全军覆没 孟明氏 西启树和白蚁丙三元大将都成了晋国的俘虏 晋香公得胜回朝 十分高兴 打算把秦军的三元大将杀了 庆祝胜利 但晋香公的母亲文盈是秦木公的女儿 她听说孟明氏等三人被俘 不愿同秦国结仇 就跟晋香公说 秦国和晋国原是亲戚 关系一向很好 孟明氏等人为了争功 伤了两国的和气 秦军肯定怨恨他们 但是如果杀了他们 两国可能会结下身仇 不如放回他们去 秦军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听母亲这样说 晋香公觉得也有道理 就把孟明氏等三个俘虏放了 先诊听说孟明氏被释放了 赶紧跑去见香公 责备香公不该把将士们 浴血奋战抓到的俘虏轻易放掉 气愤之极 竟不顾君臣之礼 一个劲的吐唾沫 晋香公也后悔 赶紧派将军杨处赋带领一队人马去追赶 孟明氏三人被释放后 怕进军后悔 快马加鞭地逃跑 跑到黄河边时 已经有进兵追上来 他们赶紧跳上河边的一艘小船 拼命地划起船来 等杨处赋赋赶到河边 船已经离岸 杨处赋没有船 在岸边冲他们大喊道 我们主公备了几匹好马送给你们 让你们可以尽快赶回秦国 请你们回来收下 孟明是知道是圈套 当然不肯上当 他站在船头 行了个礼说 进军的大人大量 我们已感激万分 不敢再接受礼物 如果回去后还能保命 那三年后一定再来报答贵国的厚恩 就这样 孟明是等三人侥幸逃脱 杨处赋回去后 将孟明是的话回报给晋香公 晋香公悔不当初 但是已至此 也无可奈何了 秦穆公得知秦军全军覆灭 很后悔自己不听简书的劝告执意罚政 孟明是等三个人回到秦国 穆公身穿素服 亲自出城到郊外迎接他们 孟明是等人急忙跪下请罪 秦穆公哭着说 你们哪有什么错 是我不听从你们父亲的话 害你们打了败仗 我不能因为小过失而抹杀大公啊 秦穆公不但没有怪罪他们 还恢复了这三人的官职 孟明是等人十分感激 下定决心不忘国耻 立功赎罪 从此以后 他们一心一意操练兵马 认真演练阵法 发誓要报仇 公元前626年 孟明是认为秦军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 可以打败晋军了 于是向秦穆公请战 秦穆公则派孟明是等待兵 继续东晋的战略 晋惠公也料到秦国不会就此罢休 因此也一直在积极备战 秦军和晋军在彭牙遭遇 厮杀一场 秦军再次失败 接连两次战败 秦东晋的道路被阻 只好转而向西发展 孟明是本想学耻 却再次吃了败仗 以为这次秦穆公定不会饶恕他 但是没想到秦穆公还是没有怪罪他 并继续让他执掌兵权 孟明是感激不已 开始反思过去失败的教训 并反省自身 在提高自己作战指挥技术的同时 将自己的财产全部变卖 用来抚恤伤亡将士的家属 并亲自练兵 与士兵们同吃同住 同甘共苦 这时 晋国大将先诊的儿子 先且居奉晋香公之命 绿晋 宋 陈 正四国联军来攻打秦国 秦军正是紧张练兵的时候 孟明是经过冷静的分析 认为四国联军士气昂扬 而秦国还没做好准备 因此下令紧闭城门 不予应战 同时继续加紧训练 结果 晋国又攻占了秦国的两座城 很多人认为 孟明是接连战败 因此变得畏首畏尾 建议秦穆公解除他的军权 但秦穆公依然对他充满了信心 公元前625年 秦军已经被孟明是训练得兵强将勇 战斗力十分顽强了 他觉得到了征伐进军 报小山之仇的时候了 于是向秦穆公请求亲自挂帅出征 秦穆公调给他500辆兵车 同时还有装备精粮的兵器和充足的粮食 还专门拨出粮食和钱财给出征兵士家属 让士兵们可以后顾无忧 经过精心的准备 将士们斗志昂扬 下定决心和晋国一较高下 孟明是 西启树和白以炳三位将军率领秦国大军 浩浩荡荡地奔向了晋国 秦军度过黄河后 孟明是下令将渡船全部焚毁 表示这次要和晋军决议死战 孟明是亲自担任先锋 率领同仇敌忆的秦军 一路势如破竹 在晋国的土地上纵横驰骋 每几天就抢回了过去被晋军攻占的两座城池 然后又接连攻下晋国几座大城 秦国大军势不可挡 晋国君臣惊慌失措 不敢迎战 晋香公下令晋军紧闭城门坚守 不得与秦军交战 秦木公见师弟已经收复 而且晋国不敢出城迎战 威风丧尽 终于洗刷了以前的耻辱 这样僵持不下对双方都没好处 于是便带领大军到小山 在当年的战场上 埋葬尸谷 枯记战死的将士 并发表了有名的秦室 祭奠将士们的亡灵 孟明是 西起树和白以柄也跪在坟前 大哭不止 全军上下无不为之动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